大家好我是旭哥渦可蘭 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這是DK英雄歸來 那今天旭哥要講這個攻略非常重要 是這個最強的懶人練功法 就是佛系玩家最強攻略 只要躺著刷就會變強 你在睡覺啊在任何做其他事情都沒關係 看漫畫啊看電視看動畫都沒關係 只要這樣放著就會變強了最強攻略 那還有這個事前準備要準備像是一些裝備啊 洪水啊然後要怎麼樣把它買齊 要怎樣把這些道具資源都累積好 那旭哥在這集攻略都會一起分享給大家 那所以還沒訂閱頻道呢 記得訂閱頻道隨關旭哥手遊攻略 頻道各種最新的這個手遊攻略 還有禮包碼禮品碼對話碼遊戲的虛寶序號 獨家最新的 都放置在這個旭哥的這個手遊攻略的頻道專區 在首頁那旭哥也設計一個這個旭哥手遊攻略的 MORP專區 這邊有各種最新的這個DK英雄歸來的攻略 最強職業推薦啊 全部禮包碼開局最速練功法 然後戰士VS聖騎士 各種 十大這個重點懶人包這個都蠻重要 能力點法各種福利 還有最新的禮包碼都有分享給大家 那我們就進入攻略啊 Let's go 好那首先旭哥講一下這個最重要這個掛機模式 應該是大家最常會用到的功能 那這個非常方便 非常便利 然後讓你可以輕鬆的變強 那這個就是旭哥玩遊戲的這個主要的重點 就是輕鬆的變強 那我們點這個左下角這個電池 點進來的話這邊可以去開啟這個睡眠模式 然後你會看到左下角這邊有一個就是自動使用HP藥水 然後你就可以去設定 比如說我的血低於多少%的時候要使用HP藥水 那這邊是設定成75% 他只要低於75%就可以使用藥水 他會自動使用 然後就把它開成ON ON就會自動使用這樣 然後一樣 MP設定的話就是設定就是你MP低於多少%的話 他會使用藍水 那就是這樣一樣去把它開啟 然後你也可以在這個右邊右下角這邊有自動睡眠模式 就是多久的話讓他自己去掛機 你可以設定5分鐘10分鐘 或是說不掛也可以 好那這個你可以自動用手動就是去開啟這個睡眠模式 然後我們現在開啟自動狩獵中 大家會看到下面有寫自動狩獵中 那大家再注意看一下這個我們的左上角 首先這樣我們的EXP會一直在增加 就是我們邊開啟這個掛機模式的時候 我們EXP會增加然後我們的錢也會增加 所以我們這個掛機的時間他在左上角 我們現在大概掛機大概 將近30秒 那我們得到的經驗值是0.1216% 然後我們賺到了200多塊 然後你會看這個數值會一直往上跳 這個非常方便 他對大家也非常的便利 這個掛機模式 所以可以多多利用 虛哥覺得這個是一個最重要功能 然後你只要把它擺著你自己就會變強了 你也不用去動 你只要把這個洪水設定好就好了 然後接下來你就按這個滑動 他就會解除這樣 然後就回到這個畫面 虛哥覺得這個功能非常好用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利用這個自動掛機模式 就是點這個左下角的電池之後 你這邊就可以進入了 你可以設定就是自動的幾分鐘之後進入 或是你就直接點擊中間這個 DK英雄過來 這個點擊中間這個 開始睡眠模式他就會進入了 然後這邊就可以自己去掛機 非常方便 好那既然要變強的話 我們就要這個大量的升級 然後獲取ESP嘛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裝備這個好用的紅娃 那我們首先點這個右上角的選單 選單之後我們點這個 左邊有一個魔法人偶 這個選單的左上角有一個魔法人偶 點進來之後呢 我們就看到這個紅娃 那這個台灣石虎呢 是這個區隔開服的時候就是有一個攻略 就是全部的禮邦嘛 還有兌換教學那邊 可以拿到說什麼 召喚獸 我們也被召喚獸 我們可以召喚這個紅娃出來 那這個非常實用 台灣石虎呢 它可以加我們的額外經驗值10% 那這個對我們就是要掛機啊 就是輕鬆變強是非常幫助 直接就是省掉一層的這個時間 直接加10% 直接讓我們可以就是更快速加速了10% 那還有就是它有最大HP的50的加成 還有最大MP30的加成 那最大負重有1200 非常棒的神器啊 所以剛開始這個台灣石虎一定要給它裝起來 台灣石虎一定要裝起來 這個非常重要 這個必裝啊 很重要說要講三次 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 好 這個台灣石虎裝起來 好那這畫面的小地圖呢 左邊有一個就是人像的這個頭像 那這邊呢 你可以去這個買很多道具 像是武器商人 護具商人 百貨商人這樣 那百貨商人呢 我們可以買到很多使用的道具 建議大家一定要多多來光顧啊 百貨商人 這邊可以入手很多好用到 像是無卷啊 防卷啊 體力回復劑啊 這個都可以盡量使用 那我們體力回復劑的話 我們有時候就多買一點吧 一次就買個幾百個這樣 嗯 好就買個一千多個好了 就盡量多買沒關係 然後像是急速藥水啊 一些實用的東西 五卷防卷這些都很實用 都可以有錢的話 就可以盡量多買沒關係 這個都很實用的東西 道具商的話 盡量多多利用 在這個地圖的點進來呢 這邊有一個百貨商人 那我們就可以跟他買東西 這裡面的東西都非常實用 大家一定要多多來買這些東西 好那透過綁定的話呢 我們可以拿到大量的召喚券 以及支援 像是有這個一般的召喚券 終極變身召喚券 還有這個終極魔法人偶召喚券 總共十張 然後這個五抽的 直接二二絲的魔法人偶召喚券 還有這個二二絲的變身召喚券 也是各五次這樣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像龍騎士的祝福啊 像是這種藥水啊 都非常多東西 非常棒 那再來呢我們透過主線的話呢 我們可以拿到就是 像是有綠裝 神靈的大劍 那這個可以穿戴這樣 然後有這個變身的必重施舊 這個也是綠變 我們可以使用綠變 還有這個 綠色的這個魔法人偶 這個娃娃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我們可以拿到綠色的綠變還有魔法人偶 這個也都是 透過解主線就可以拿到的 那我們可以去裝備他們來強化自己的角色 裝備這些魔法人偶 還有這個就是變身 我們拿到一個綠變嘛 那綠變就可以使用 好 強化一下 那我們剛剛拿到那個綠裝呢 我們也可以把它強化 這個綠裝 去強化系統把它強化 因為我們的五卷很多嘛 所以這個 綠裝呢 我們就把它強化起來 基本上就是把它強化到加6 因為前期你的五卷是夠用的 所以就是先把這個 武器強化到加6這樣 然後面就不是安全區間 就看你要不要拼 基本上綠裝應該不用特別拼 那任務呢 也記得都要解一下 每日任務還有成就都可以解一下 像我們這個成就就可以解起來 可以拿到這個五卷 然後每日任務也可以解 每日的這個特惠 領取這個獎勵 那這個都要領一下 這個是非常棒的 獎勵很好 這其實送蠻多東西 然後還有信箱 信箱也記得去收一下 它早中晚的都會有很多福利可以領取 像是有防捲啊 這個抽的 所以大家說150抽嘛 其實應該每天送送應該就超過了 所以就是還有這個盾幣啊 然後 這些藥水都可以淋一下 蠻多東西的 像旭哥昨天已經抽了33抽了 那再加上這些東西 像這邊有 30幾抽嘛 再加上這邊有10抽 這樣就已經六七十抽了 所以150抽應該是可以超過啦 我會來吃吧 對 我們來吃吧 這個 看來吃吧 我們來吃吧 這個